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8日 已經是星期四 香港受大陸的影響 以至極端的防疫政策 令到 很多 外資公司也打算撤出香港 最新的根據香港投資基金工會 HKIFA 在7月份 他的成員基金管理公司進行一項調查顯示 接近七成的回復公司指出 要吸引或者留下海外和內地人才來香港工作 是很困難 或是難事 大約三分二的回復成員 公司表示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因為要將香港定義為全球或區域的基金管理中心 是要好深厚而多元的人才富才行 有35%的回應基金管理公司 已經將部分或者全部的辦事處 由香港轉到其他地方 而13%回應的公司 減少了香港員工的人數 無疑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進一步削弱 當然有很多很多原因 是因為 這個 出現這個情況 除了 國安法的通過之後 也是香港極端的防疫政策 兩個因素所造成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一會 詳細分析給大家聽 為甚麼 這個兩個因素 是使得人們離開呢 其實單純的一個因素 也可能有些人會看定一點 是不是 因為你也知道 事不關己 亦不勞心 當人們通過國安法 藍絲也好 或者那些人找開錢的 惠尼仕途的人會覺得 也不關我事 我也不回政府 甚至乎 政府幹甚麼 我管得他 我要賺錢而已 但是 但是 一把刀放在頭上 你是不知道甚麼時候砍下來的 這個 才是 使得人們 開始擔心 當然 疫情 是一個催化劑 使得人們 加速覺得 這個地方 此地不宜久留 這家香港投資基金工會 還公佈了一個數據 他說 有一個很令人值得注意的趨勢 是有55%的受訪公司表示 他們 沒有減少香港的人數 但是一直增加其他office的人數 即是 全世界 如果以這個環球的報告來說 香港 不加人 但是其他地方加人 意思是香港的地位 在減弱 97% 回應基金管理公司 相信 重新跟世界其他地區接觸 是振興香港的關鍵 使得香港再具備吸引人才的能力 成員將此視為IFC的基本屬性 即是國際金融中心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這個IFC的意思 盡快重新連接中國內地 也很重要 有82%的會員 認為這是最優先的 如果要重新 連接內地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香港 現在 可能是不行 稍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調查有指 使得管理團隊和員工能夠有效地履行職責 在COVID限制 例如禁止航班 特定的航班暫停 幸好這些暫停已經取消了 現在好像是熔斷機制 放寬了很多 但是 響應公司推出一系列的人才 措施 以確保 不能夠維持營運的彈性 但是 可以保持高質量的投資服務 滿足投資者的需要 58%的售訪公司表示 他們有政策 找到香港的員工在其他office工作 例如臨時工作 例如在家工作 32%進一步找到部分員工 包括香港的職位 常駐海外 隔於吸引人才的困難 有兩成的售訪企業必須提供 一些艱苦津貼 吸引海外人才 或者海外人來香港工作等等 意思 就是香港 有那麼多種因素 是令到 愛國人卻步 是不敢再來的 我們 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跟大家作出一個呼籲 831 兩個星期後 倫敦有集會 時間是8月31日 星期三 旁晚6點至9點 地點是Parlermen Square 即是西敏寺 大招租對出廣場 希望大家可以到場支持 主辦單位請到英國國會議員 支持香港來演講 袁爸爸也會特意飛過來 跟大家演講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分析一下這些基金 香港投資基金工會 是香港 是一個 有公信力的組織 他們旗下的會員 作出一些回覆 他一定要做一下文件 問一下 如何可以吸引人才 如何可以管理得好一點 如何可以 將國際金融中心做得完善一點 管理數據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員工 所有的 例如表態 他們那種 對於每一個地方的工作態度 感受等等 其實從去年開始 陸陸續續有很多大公司 將他們的head office 尤其是亞太區總部 從香港 搬到新加坡 少數的 東京 通常都是新加坡 原因也是因為 起碼是以英語為主 日本就是因為語言問題 很多大行 沒有辦法在日本就立足 因為始終語言 局限了 大家想想 當年莫雷拉 要去日本發展 最終也是因為語言問題 也要回到香港 頂不住了 因為不懂英文 說不定 而且他們那邊也不講英文 所以新加坡就是為 東南亞 直接取代香港 當然杜拜也是以英文為主 不過杜拜也有一個 很重的宗教成分 變成了一些人都害怕的 新加坡就是 現在可以說是 吸引了很多香港的基金 這班 基金 主要就是 外國人為主 當然也有大陸人 現在大陸 面對的問題就是 他們很想來 因為 其實來得香港那些 隨時可以出外 但是如果以香港和美國或者倫敦或者其他 歐美的地方來說 香港的吸引力 跟這些完全沒有得比 甚至乎澳洲也好 他們寧願去澳洲 他們寧願 去倫敦 或者加拿大 去美國 原因就是這些地方的防疫政策 基本上已經取消了 是任你出入 而香港仍然有 三加四 如果你在香港 跨國基金 國際的基金 或是國際的公司 他們在香港一定會找到地方給他們住 有宿舍 一定有宿舍 所以三加四也沒有問題 三人酒店加四人 他們的宿舍 但是 他們的家屬就難搞了 當然家屬也可以住下去了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在這邊宿舍不夠大 可能就要再在酒店 相對於親日隔離 很多人都受不了 如果全世界都取消了防疫 飛機也不用戴口罩了 現在是 國際航班也不用戴口罩了 何況你 香港還要那麼極端 現在澳門也知道了 不打針 都可以入境 香港 連香港人也要打針才可以入境 外國更加不用想 外國人更加不用指望 如果沒有打針 所以 這些政策 基本上就是 把人才拒之門外 不單止是這樣 我們剛才說了 香港其實由國安法通過之後 開始慢慢有基金的人 即是有些基金的員工 就覺得香港不安全 你說就說不搞政治 我怎知道政治會不會搞上門 有時在街上看不過眼 然後說兩句 可能也會成為 一個犯罪的理由 或者被捕的理由 你想想 外國人是很崇尚自由 很崇尚思想自由 開放民主 當一個地方有那麼多限制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我如果有得選擇 我就不留在這裏 所以 他們的回憶有35%的基金 已經將部分office 或是全部office 轉移到其他地方 例如新加坡 這是很大的數字 大家想想 還有 七成的公司回覆 就是說要留下海外人才 在香港做事 是極其困難 意味著是甚麼呢 老闆 我不想在香港 你一定要我走 要不然我就會去那間公司 這樣就造成壓力 令到那些人要走 所以 其實只有加速 這些人離開而已 剛才說要回應 他們認為香港要做回IFC的角色 跟內地 重新接觸也是很重要的 有82%會員認為 這是最優先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大陸的防疫政策仍然如此極端 深圳仍然如此極端 深圳仍然如此極端 但是香港 告訴你 11月 復拜Ruby Seven 七人攬球賽 大家想一下 大陸可不可以接受你 香港和你通關呢 是不可以的 當大陸的政策 搖擺不定的時候 香港 你打算 跟海外 重新開關 意味著永久跟大陸隔著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是互相矛盾的 只是香港和深圳 已經通不了關 通不了關 怎麼做生意 怎麼人緣往來 怎麼大灣區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恢復正常 以前的外國人 在深圳 早上10時 深圳有場託要上去說 然後 中午就在中山吃飯 在東莞吃飯 晚上 下午 在廣州又有場託 然後 晚上 就在 例如在上海 有一個聚會 可能是這樣的 現在這些事情哪有人可以再做 沒有得再做 所以 逢是這些極端防疫措施 基本上 外國人 全部都會停下來 這個地方不會留下來 所以 兩件事加起來 就是造成那麼多基金撤離 當然這個陣營基金層面 還有其他的大公司 有些跨國集團 已經減少了香港人員數目 一切就搬走 這個趨勢我覺得是會繼續持續的 什麼時候會停呢 當然要香港會全面回復正常 以及大陸 只是香港回復正常是沒有用的 大家想想 香港如果只有香港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連大陸 因為基金在香港設立 總部 就是要做大陸生意 當你跟大陸還是斷絕的 那麼我留在香港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 這個真的是兩難 現在香港政府可以說跟又死不跟又死 完完全全你不跟大陸又被大陸排擠 說你搞廣獨 你完全跟著大陸 你就不用開關了 Ruby 7 自己拿了算數 這一節我們暫時 先說到這裡 有其他的 update資訊 再跟大家跟進